哈喽 这个裤子 专门找CC叔叔 跟Kiki KK的人 什么叫CC叔叔 一大堆BT的 Kiki KK 很多谈的人 现在的小孩子很多壁子敏感的问题 很多妈妈就想办法要帮孩子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妈妈本身也是壁子敏感的问题 自己都解决不好 你要怎样去帮你的孩子 所以壁子敏感的问题 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首先我自己是壁子敏感的患者 现在解决了 壁子敏感 你不解决 他到了成儿 青少年的时候 他会有壁动员的问题 很辛苦的 他会影响你的学习 会影响你的工作能力的 今天最好先在年轻的时候 帮孩子解决掉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以前生小孩的过程 妈妈要临棚了 就是孩子要出生了 他就会先叫那个稳婆去 去准备好 稳婆会叫他的一些佣人去烧那个开水 煮烧水对不对 煮烧水它不是让你喝 它也不是让你去包茶 它是把那些热水放在它的周围的附近 让他的整个室内的温度可以增加 所以你看以前的稳婆 他放这个毛巾在他的颈项 满头大汗的要接生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是因为孩子在肚子里面的时候是很温暖的 当你把孩子抱出来的时候 因为水蒸气的关系 那个温度也比较高 所以那个孩子就没有感觉到压迫感 你看下今天的西医 我们在医院里面去接生 去生孩子 孩子一出生 很冷的哦 那个A-Corn 连医生跟护士都会穿着这么厚的 jacket 小孩子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在冷气下面 你觉得他的寒气会不会进入到身体里面 而且不会马上帮他包的哦 要帮他做些checking啦 做些testing啦 这些寒气会累积在身体身上很久的 他稍微长大了一岁两岁 父母很喜欢帮孩子开冷气 哎哟孩子哦很热啊 今天天气啦 妈妈帮你开冷气啦 因为妈妈也觉得很热 你想一下孩子以前 在你的肚子三十几度哦 他有讲热咩 他OK的 可是你一直去开冷气给他 所以这两个问题 导致了现在的小孩子 从很年轻开始 就累积了很多的寒气 所以他甚至要等到10岁 20岁 甚至30多岁 30年的时间 他也未必可以把这些寒气排出去 而排寒气的最直接方法 就是流鼻涕 这个流鼻涕 就是所谓的稀稀疏疏咯 有痰的话 就是KIKIKIK 那要怎样去解决 第一个要解决的方式是 怎样不让新的寒气进入到身体里面 最简单的方法 不要再穿短裤了 因为短裤会让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寒气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去 很多人就会说 井龙不用紧 我喜欢穿短裤 因为我比较习惯 我有带那个被子 可以吗 不可以 因为当你在带被的时候 你晚上半夜的时候 你会转来转去吗 还是会有寒气进入你的身体里面的 可是井龙很热 穿长裤 如果我叫你穿长裤 是去防风 不是叫你去保暖 你不需要买到又长又厚的长裤的 你去Decathlon 那种有些人做Yoga的 一只Cortons 很松软的裤子长裤 就可以了 你可以穿着长裤 同时间还是很凉爽的 OK 所以希望从今天开始 尤其是你的孩子 不要让他去吃药 很多壁子敏感的问题 医生给你是什么 讲是有细菌在里面 叫你去砰那个药 我从小就砰了的 砰了几年还是一样的问题的 医生根本都不知道 壁子敏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天 先从穿长裤开始 去Decathlon 买个十多块钱的长裤 给你的孩子穿 又凉爽 又可以防风 减少寒气的发生 过后带他去多做点运动 年轻人能力旺盛 晒多点太阳 加速寒气的排除 给他一个健康的童年 OK 我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